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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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看了风铃笑语 一个一滴打起我心里 他自热玩了心底 他都给我醒起 叫我不再彷徨地哭 还起头看了风铃笑语 一丝一丝地连在一起 像是他代表我的柔情 想着我的意义 找我和你留在一起 这大地 给人们带来欢喜 欢喜 永远围绕我和你 爱情 看了风铃笑语 一丁一滴打起我心 他用他代表我的柔情 像是我的意义 找我和你共在一起 这大地 给人们带来欢喜 不关系 永远围绕我和你 不关系 开启头看了风铃笑语 一丁一滴打起我心里 他代表我的柔情 他代表我的柔情 想着我的意义 找我和你留在一起 想着我的意义 找我和你留在一起 想着我的意义 哎呦 实在是太精彩了 哎呀 你好张丽敏小姐 你好 辛苦了冬夜无许 你好 你好 恭喜你们新节目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又能够再次听到我们 张丽敏小姐 这样动人 轻快活泼的表演 从前我们在秀场的时候 嗯 我们的有幸啊 经常可以做她的 专属节目主持人 是啊 是啊 她以前这个 不管作秀也好 个人表演也好 对于节目的品质 要求是非常高的 哦 过去常常点名 要张飞主持她的节目 至于这一点 一直没有机会 当面生谢 在这边非常感谢 张丽敏小姐 以前在秀场经常合作过啊 哎呀 那逼她不可 是是是是 难怪这底子深厚啊 刚刚看 听听这两首歌曲啊 哎呀 看起来呢 就是那种真正的沙场老将 哦 每个动作干净利落 您这个过去 在我们圈内里面 这个拍过的很多连续剧 都是快事人口的 像什么 加油交妻等等 哎呦 哎呦 焦焦这个角色 哎呦 对对对 这么多年不见呢 您一向都履居在美国呢 对 嗯 最近几年都在 是是是 这个虽然最近都没有从事这个演唱事业啊 但是据我知道您这个房地产方面的这个做的是成就辉煌 现在是属于建筑业的一个大企业家 哎呦 而且呢这次邀请来也是特别的为了满足您啊 哎呦 这是什么话 因为您这个条件不是开出来过吗 哈哈哈哈 希望在摩洛哥啊 新加坡啊 哎呦 美国加拿大 哎 要能够有这个房地产的 哎呦 那个时候只是随便说一下 只是有这么一点小小心愿吗 哎呦 这一点点小小心愿啊 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哎呦 哎我们交交别的不多啊 房子特别多啊 哎到处都可以盖房子 哎呃非常难得啊 事业能够转转转型以后可以做的这样成功 哎 但是从刚刚您这个 这个在歌唱当中啊 从眉宇之间可以体会到您的灵魂啊 还不是很安定 哦 对对对对对对 我的灵魂您都看出来了 当然看得出来 哎 他一定还是喜欢这个表演 对不对 那今天是我的生命啊 第二个名啊 哦 其实也就是当您转韩到建筑业的时候 其实您的生命已经结束了 哦 哈哈哈 说的什么话 也有可能啊 对不对 你是说艺术生命 讲清楚一点 哦 那到你这来自 没事生命就结束了 哎呀 我还没请一位大师来给您算算命 哦 这位大师那就是厉害了 可以算 手下不知道多少门徒 可以算一些 他算命啊 不是 哎名字不是很好听 哦 叫黄八 哈哈 哎 黄大师呢 来来来 哇 好不好 华山 南华 什么 只有这一句啊 哎 你好 这个张立米小姐 您对他印象很深啊 你们刚才讲到他的这个剧啊 只能前场即止 什么加油交集 是 我相信的是没有深入核心啊 哎呀 他听了之后就知道你们是看剧本的 哎呦 我不是啊 不一样啊 他在里面的老公叫官尤 嗯 那你要说到这个八九点半连续剧 他也演过一出《梨花泪》 哎呦 掌声鼓励一下 不是八点 不是九点半 哈哈哈 但是他 剧本看清楚在 哈哈哈 但是呢 过去是这样的受到大家的欢迎 是 可以后来呢 更证明一件事情 嗯 就是自古红颜多薄命 哦 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说一代一个女人事业非常成功的时候 嗯 他的家庭生活其实就会亮起红灯 我看他的阴阳五行 就是属于这种命格 你现在已经在给他算命就对了 我在外面用这个牵手牵眼一关照 哦 我就知道里头有个怨妇 哈哈哈 这已经不错 平常都讲妖气出现了 哈哈哈 今天是有个怨妇啊 我呢也是个怨男啊 哈哈哈 大家一起来切磋研究 哦 以开拓将来更理想性 康庄大道 哎 这个呃 呃 对婚姻 这个 您是不是觉得之前越进到整个人 哦 我是全 哎 全力以赴 您这个个性啊 在演尤其在交交那段时间 其实您自己可能不能察觉 哎 在半径十公尺以内 几乎没有人敢靠近 哎 这是真的 因为那个时候你看年纪轻啊 哎 才女啊 人又长得漂亮 做完呢 又又是红极一时 或者还要书带一下 哦 那时候听说还是文化大学的学生 开玩笑在学校就不是好学生 哈哈哈 哦 哦 高材 哎 他的同学还不是泛泛之辈 哎呦 还有崔台青 哎呦 也是您同学 孙嘉玲 孙嘉玲 还有汪碧君 哎呦 哎呦 我以前真的是年轻力生比较是啊 嗯 任性一点 拔护一点 那时候欺负你了吗 没有欺负 没有欺负 但是我们都不太敢靠近 哎 哎 他那个时候是半径十公尺以内 空气凝聚走进去的人 大家都绕道而行 我 他说我现在才半径五十公尺以内 就已经有这种低气压的 全部都散了 是吗 可见这个我们就可以大家互相来检讨一下 对 对不对 那我现在要出个难题给他 哎好 如果说现在有一个你非常重义的一个男士 愿意跟你共地连理啊 嗯 但是唯一的条件 就是放弃现在所有的一切 此刻的您会做什么 那他给我了 他也没有 他也没有 那forget it 啊 不可以啊 我不会啊 这么愚蠢的 所以我看我们今天访问应该到这边告诉你 哈哈哈 他也没有要我也放心 那喝西北风啊 话讲回来 那您看飞哥是不是也符合您这个条件 具备这个 不妨直说这个没关系 哈哈哈 我们大家还是对不对 这个 哦 如果跟他结婚的话 他相处也不多 我不知道他有些什么 严重的缺点 哎 哎 有话中有话 看不出来 而且那个接触的时间很短 嗯 对不对 哎呦 那我们就直接好了 每次都是上节目 直接 才聊天 从来没有私底下 请我吃个饭啊 看个电影聊聊天 哦 这是什么暗示 我看 其实这 像他刚刚所讲的 这个我早就想这样做 哦 那个时候人为原轻的 谁敢说 像这样超级巨星出来吃饭 真的 对不对 连送朵玫瑰花都不敢 哎呦 但是现在你是超级贵心 当然 您不知道当您 可是 门当户对了 啊 啊 哎 哦 所以就是 橫柄相流 是不是 对不对 所以严格讲 其实 就是飞哥就像这样表态 你还是会迟疑 因为他的画面新闻太多了 我这个人呢 别的不怕 别的矛盾没有 促进特别强 哦 那这样讲的话 是剪场比较符合你 哪个需要 哎 我也觉得我跟李毅君比较 哈哈 哈哈 就交换 这是什么呀 所以呢 他要找一个 像他这种桃花眼 到处乱开 我怎么能受得了呢 真的 我一次错 我不能再错第二次了 那你在有一个 桃花眼不是应该 啊 啊 那个叫桃花眼 画汤眼 画汤眼 其实他讲的这种还是有 但是呢 在我们来看的话 那是我们认为那是不太可能 啊 这么木娜 这么这么 这么憋的一个男人 你怎么会喜欢 哦 木娜也不行啊 还要木娜 那么太难了 对啊 他要有风趣啊 还有romantic 哎呦 对啊 那从这 情调都没有 那木娜谁要你啊 所以说 为什么今天他会有这个下场 这个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就要开始 要帮他 开始想一想 好 他适合什么样的 男人 哦 我们三个人比电脑还厉害 哦 那你的软体赶快打 第一个 我先开头了 好 这个男的呢 在财力上面来说 要完全没有后顾之用 应该是 嗯 就是 光是送你一个生日礼物 哦 啊 就是在摩纳哥 就有一栋这个500多坪 15世纪的古堡 哎 光花园呢 有800多坪 哎呦 嗯 这个男的财力又到达什么 台湾有这种人吗 有啊 嗯 王永庆先生就是轻而易举啊 但王永庆先生又不符下面这个条件 哦那接下来条件你要讲还有还有什么 就是有关于眼睛的问题 哈哈哈哈 王永庆先生眼睛果然就是这样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还是有一点像 哈哈哈哈 你们就别开他老人家的玩笑 好不好 所以这个就是很严重的问题在里面 对这里是这个奇 奇愿啊 因为我们这个张小姐能够早日 感情还是有靠岸的时候 我真的说出你心里的话 是肯定的 就是你心里面的话对不对 说不定人家现在已经有三四个岸在那边 哈哈哈哈 我是说房子啊 几个探子要推出 哈哈哈哈 总之啊 我们的事业啊 或者这个婚姻来讲家庭来讲 都希望他们能够获得的称心如意 希望您每次回国呢 都能到我们节目来上一上 让观众可能一读这个 这个风采啊 也同时并祝您这个事业成功 这个 早生贵子 哎呀 还生贵子 哈哈 非常谢谢张丽敏小姐掌声给她苦力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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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